2024年巴黎奥运会李子佳的签位比其他选手更容易挺进半决赛,你觉得呢? 大马自由人李子佳要在今年巴黎奥运会羽球赛的南丹小组赛 以投名出现毫无问题 一旦他进入淘汰赛就迎来不小的挑战 16强的对手可能是印尼的安东尼 8强的对手则基本上确定是丹麦的安东森 身为大马在本届巴黎奥运会增进希望之一的李子佳 在巴黎奥运会的小组赛抽签中 以7号种子被抽入居主 庆幸的是他成功避开印度的Laksha Sen 香港的李卓耀 法国的Thomas Popov 还有加拿大的杨燦等具有威胁性的非种制球员 最终和世界团人第63的西班牙选手Abian 还有世界团人第72的斯里兰卡选手 内塔辛格同族 脚里的小组赛签运可以算是不错 他在小组的两位对手都不算很强 以他的实力高出他们不少 收获全胜真小组赛名头出现是毫无悬念 根据规则 G组投名将在16强对了H组的投名 而H组的种子就是印尼世界团人第9的安东尼 另外两人就是法国的Thomas Popov 还有美国的Harvard Shu 所以说指甲在16强就迎来严峻的考验 如果指甲成功战胜安东尼 惊奇霸强 届时的对手基本上肯定是丹麦的4号种子安东森 安东尼的千云极佳 要不出现都难 女蛋方面 大马的吴警卫抽到不熟的小组 主要就是对韩国第二女蛋金家恩 上半区除了有安喜营还有戴志营 日本5号种子三口签 印尼的7号种子Tunjong 泰国11号种子Ketong 还有韩国12号种子Kimgayun 吴警卫的小组还有一个南非的选手 所以吴警卫只要能跨过金家恩这关 就能小组出现 来到女双 大马的陈康尔和Tina 很不幸的再抽签陷入死亡组A组 想要出现不容易 目前世界团人第13的他们 将会遇到中国首号种子陈庆诚和贾义凡 还有世界团人第6的日本组合 Matsumoto和Nagahara 还有印尼世界团人第9的Apriani和City 根据之前的交手记录 其中7次对陈凡组合取得1胜6负 Matsumoto和Nagahara3胜2负 Apriani和City则是3胜3负 对说乐地组合想要赢成反组合机会不大 但是还是有机会争取小组第二 以保住争取奖牌的机会 最后就是混双 作为大马正派希望之一的陈塘杰和杜一卫 在D组的对手有中国二号种子 黄东平和冯燕泽 美国组合Vincent和Jenny 还有新加坡的福奇党 许永凯和陈薇涵 除了凤凰组合黄东平和冯燕泽比较强之外 陈塘杰和杜一卫必须把握在对阵 美国和新加坡的比赛中取胜 才有机会骑升八强淘汰赛 看来这位朋友 你们认为以这样的前卫 马来西亚谁能打到至少八强呢 这很严重 谁又能为大马拿下奥运奖牌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分享自己意见 如果是在这影片 也别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会做这些语谈世界新闻 我是东东 我们下次见